Air Truth摄影展是奥克兰摄影节的部分内容 一走进安静的展馆 就可以看到雪白的墙壁上 整齐地挂着一张张黑白照片 照片中的男子皆赤裸着上身 只是镜头 目光中透露出男子特有的坚毅 我们修了其他所älle 女性产生的症状 因为她们跟她们人有健康 她跟他们说得到病毒 我恢想分析 女性影者是住坏了 我们有点兴趣的 这次展示就是跟男子们有学院 有些人有计划 有些人有病院 有些人有生活 这辅活的变骑 这就是这生 apa 都是出来的 筹备此次展览摄影师花费了一年时间 最终挑出100张成品 这个展览展出了40幅 模特都是摄影师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 说服人们脱下衬衫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的儿子同意成为自己最初的模特之一 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男人非常贵重 我可以与这些人 我联系了这些人 这些不是快速撞撞 他们来到我的室室 我们有一个小时 所以我选择了50或60张照片 最后我选择最好的照片 所以我看到人们很贵重 男人们很贵重 我发现这里有一个更大的故事 我比较多了 我比较多了 但不要太容易 这不是很容易的事 这些男人非常勇敢 摄影师Elaine介绍说 她也希望借助这个活动 让人们认识到摄影的力量 展览将一直持续到6月22号 每天的开放时间为 早晨10点到下午4点 人们可免费进行参观 中视记者陈柳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